臺灣的青年大使訪問團 前往泰國朱拉龍宮大學交流 不僅欣賞傳統樂器和舞蹈表演 當場更獻學獻賣加入演奏行列 青房團藉此積極行銷臺灣 並邀請泰國大學生來談遊玩 品嘗道地的臺灣小吃 很棒的機會去見他們 然後我可以跟他們交流 我不太知道台灣的音樂和傳統 所以我希望一天可以去台灣 我首先會告訴他們是食物 我會帶他們去夜市 嘗試所有傳統的台灣食物 像酸奶茶 對 還有醬汁 你必須嘗試 體驗完泰國傳統樂舞 青房團準備的精彩節目緊接著登場 包括原住民歌舞 發家將和歌仔戲表演 並以十個書法字 結合舞蹈和音樂 介紹台灣的特色文化 那相信透過這種學習 是一種文化的交流 藝術的交流 甚至是傳統的交流 那麼泰國人的友誼 熱情禮貌 還有他們對於音樂 藝術的素養 相信對我們這個團員 也有很大的影響 用Rap唱出台灣美食 輕快節奏帶動全場戲分 這次出訪的十六位青年大使 透過創新表演 展現台灣的文化藝術和生活形態 讓泰國觀眾感受到台灣的人文風情